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丰富 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小林制药公司因红区保健品导致健康受损的重大事件 日本厚生劳动箱武健靖三表示 这些保健品中的软毛氢酶酸会导致肾脏相关的健康损害 已有多人住院甚至死亡 这次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政府正在进行动物实验以确定具体损害物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泰国的好消息 泰国内阁宣布延长部分游客签证逗留时间至60天 以振兴经济并推动旅游业发展 这一政策的出台,无疑会吸引更多国际游客 为当地带来新的收入和机会 最后,我们聚焦格鲁吉亚 国会推翻了总统祖拉比什维力队外国人代理法案的否决权 预计法案将在未来数天内正式生效 这一举动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 欧盟和美国均表示遗憾 并将对此事态发展进行进一步考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小林制药公司生产的含红区成分保健品 引发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日本厚生劳动箱五件禁三在周二、28日 表示,经过与专家们的共同研究 确认小林制药的红区原料中含有的软毛青霉酸 会导致肾脏损害 多名消费者在服用后出现肾脏疾病 部分人甚至因此住院或死亡 研究人员在老鼠实验中发现 服用有问题的保健品七天后 老鼠的尽端肾小管出现坏死现象 产品中还发现了两种未知化合物 推测是在红区培养过程中 受到软毛青霉酸污染而产生的 至今已有1600名日本人 应服用该产品求医 其中276人住院,5人死亡 为了振兴经济 泰国内阁在周二、28日 公布了一系列短期、中期和长期措施 旨在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内阁成员一致同意 加快通过与旅游相关的政策 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根据新公布的短期措施 来自93个国家或地区的游客 商务游客及短期工作者可延长 逗留至60天 落地签证的国家或地区 也由先前的19个增至31个 中期措施包括 从9月起重组并减少非移民签证类别 从目前的17个减至7个 并调整希望在泰国度过退休生活的长者 长期居留签证标准及条件 长期措施方面 当地将利用科技与移民部门整合数据 加强对外籍人士的筛选 格鲁吉亚国会在总统组拉比示威力 Solome Zurabishvili 早前否决外国人代理法案后 周二 28日 无视国内抗议 投票通过推翻总统的否决令 议会议长将在未来数天签署该法案 使其正式成为法律 反对法案的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外 高喊奴隶等口号 投票结果出炉后 晚上的示威人数激增 大批防暴警员在场戒备 欧盟对格鲁吉亚国会 推翻总统否决权 表示非常遗憾 考虑采取一切回应方式 外国人代理法案 要求20%以上资金来自国外的组织 需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被指示参考俄罗斯的做法 旨在打压意见分子 格鲁吉亚首都地比利斯 自上月初以来爆发了连日示威 反对该法案 星岛日报报道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兄弟论 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 在电商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刘强东在内部会议上强调 业绩不佳 且不努力拼搏的员工不是我的兄弟 引发了网友的批评 有网友认为 刘强东的兄弟论 只是将领导无能的责任转嫁给员工 为了激励员工 刘强东宣布对全体采销人员 涨薪20%到100% 并表示业绩激励尚不封顶 然而 刘强东的讲话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网友纷纷表示 只有赚钱的时候才是兄弟 此外 京东还加强了对员工考勤的管理 调整了午休规则 进一步引发了员工的不满 中央社报道 立法院会28日三读 修正通过了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 规范了国情报告 质询答复 人事同意权 调查权和听证会等方面的内容 被质询人不得拒绝答复或提供资料 委者将被处以罚款 尽管法案已三读通过 但争议人未平息 民进党团已表态将申请视线 行政院则可能以请立院复议 成为下一阶段朝野攻防的焦点 监察院对此表示 调查权应专属监察院行使 立法院的修法 涉嫌违反权力分立 国民党团总赵傅昆奇表示 未来将成立在野党特征组查弊案 香港电台报道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美国三藩市的一场商务武仓会上表示 香港与新加坡各有优势 但两地金融市场规模不能相比 以股市为例 香港股市市值达36万亿港元 日均成交额超过1000亿元 有超过2600家上市公司 而新加坡股市市值不足6万亿元 日均成交额不足100亿元 陈茂波强调 香港具有创业精神和多元化的优势 国际学校超过50间包容性强 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 他认为香港在北亚市场具有较大优势 而新加坡则在南亚市场占优 东方日报报道 昆士兰科技大学和美国乔治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致力于开发针对帕金逊症的新药 他们计划研究至少70名帕金逊病患者的血液 尿液和粪便样本 并将其与年龄相仿的健康志愿者样本进行比较 以期辨识出可能在帕金逊病患者体内消失的健康细菌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些发现开发新药或改进现有药物 从而减缓甚至阻止帕金逊症的发展 目前的药物治疗只能缓解症状 无法减缓疾病的进展 这一研究有望带来突破性的改变 新岛日报报道 四川成都一对情侣因外貌相似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被网友误认为是兄妹 甚至建议他们去做亲子鉴定 情侣留同学最终真的进行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二人没有血缘关系 两人的皮肤、眼睛、鼻子和嘴巴非常相似 以至于火车乘务员、超市老板和食堂阿姨 都曾问他们是否是兄妹 亲子鉴定结果公布后 网友戏称他们是夫妻相 并纷纷表示这就是夫妻相吧 两个有缘人走到了一起 这是天大的缘分 香港电台报道 格鲁基亚国会表决通过 推翻了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对外国影响透明度法案 行使的否决权 预计国会议长将在未来几天签署该法案成为法律 国会外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集会抗议 祖拉比什维利在事项讲话中批评执政党议员 选择了俄罗斯的奴隶制 并呼吁民众在10月底的大选中将这些议员赶下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格鲁基亚国会的决定 欧盟也表示深感遗憾 并正在考虑所有选项以对最新事态发展做出回应 法案要求从国外获得超过20%资金的传媒 和非政府组织公布资金来源 并登记为受外国影响的机构 香港电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三藩市出席商务午餐会时 强调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 他指出 三藩市湾区与香港所在的大湾区都拥有大型科技企业 但人口规模不同 大湾区有多达8700万人口 陈茂波表示 香港的低税制、自由流通的货物、资本、人才和资讯 以及没有汇兑限制 使得香港成为企业在内地甚至亚洲推出产品的理想平台 他还提到 香港的金融市场深度广泛 港股市值高达36万亿港元 日均成交额逾千亿元 远超新加坡股市 午餐会上 香港投资推广署与三藩市的湾区委员会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致力于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东方日报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lock发布的最新报告 揭示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贩毒活动的严峻形势 报告显示 去年在这些地区击货的冰毒数量 创下新纪录达到190吨 犯罪集团通过改变配方 提高了冰毒的产量 导致毒品价格下降 生产区域的冰毒批发价 低至每公斤400美元 Unlock指出 缅甸北部善邦 依然是东南亚冰毒的主要产地 并警告市场上出现了 针对年轻吸毒者的新型合成毒品 快乐水和快乐棒棒糖 这是一种混合了摇头丸和二蛋瓶类的毒品 愈发常见 瞧报 瞧报纽约逊在支持ISIS的团体 发布了一张图片和令人不安的消息后 纽约当局计划在下个月的 2024年板球世界杯期间加强警力 图片中展示了赛事场地 艾森豪威尔体育场和飞行的无人机 文字显示你等待比赛 我们等待你 提到了6月9日 联邦调查局的纳苏郡办公室 将与纽约市警察局 及其他地方执法伙伴合作确保安全 高级执法官员表示 目前没有具体阴谋的证据 但ISIS的推文值得注意 情报评估显示 ISIS希望通过宣传资料 煽动暴力行为 尤其是6月9日 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比赛 预计将吸引大量观众 执法部门将相应的做好计划 以应对潜在威胁 乔报 周二 纽约警察在中央公园提醒市民 骗子正在利用最新方式骗钱 自5月19日以来 已有至少6起报告称 一群年轻男子在中央公园向女性骗钱 主要地点是在绵羊草原 这些骗子声称通过转账应用 Jell为他们的运动队募捐 然后说服女性把手机给他们 迅速给自己赚一大笔钱 警察安东尼 黑尔表示 希望市民不要把手机给陌生人 并对所有金融操作 进行双重核查 受害者中包括前纽约小姐西安娜 她损失了2000美元 警方已公布嫌疑人照片 并在事件多发区增派警力 香港电台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宣布 将首都金边一条道路 命名为习近平大道 以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柬埔寨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这条新命名的道路 从金边三环路一号公路 至四号公路段 与现有的毛泽东大道交相辉映 彰显简中传统友谊的历史传承 在命名仪式上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表示 这一命名成为两国关系的心理成碑 中方愿与简方携手共进 共同开创新时代中 简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香港电台荷兰四党执政联盟 宣布提名肖夫 为新一届政府首相 接替即将卸任的吕特 现年67岁的肖夫 是荷兰司法和安全部秘书长 曾担任情报与安全总局局长 国家反恐与安全协调员等职位 尚未加入任何政党 肖夫表示 经过慎重考虑后 决定接受这一职位 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成为全体荷兰人的首相 去年11月 荷兰自由党在众议院选举中 获得150个席位中的37个 成为第一大政党 并在本月15日 与其他三个政党 达成联合政府协议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